热门,李晨节目中表示爱范冰冰,还揭露范冰冰事业成功诀窍。 大家都知道范冰冰和李晨是娱乐圈里比较知名的情侣档,两个人从2015年5月份公开恋情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感情破裂的新闻传出,而且期间范冰冰还经历了那么大的风波,所以可见俩人的感情基础有多么牢靠了。 然现在网上还是有很多人对范冰冰的行为做法表示比喻,但是谈到她和李晨的感情,除了夸赞和羡慕,网友们好意向也没有更多情绪了,而素来有大黑牛之称的李晨呢,看似情感慕恶,但是对范冰冰却是极尽浪漫。 什么盛大的求婚宴啊,各种高级定制礼物了,知道范冰冰喜欢花,就变着花样的从全世界各地定鲜花制成的礼物,送到范冰冰的工作地。 感觉李晨真的是将范冰冰宠成了公主一样,还有在节目中是爱这种事情,李晨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回了。 最近小编就在网上反倒一则李晨的采访视频,在访谈过程中,有过多亮点内容,一开始主持人还是很震惊的在问李晨对于工作搭档的感想,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谈论到范冰冰身上。 然后李晨直言很喜欢范冰冰的那种工作精神,但是在说完因为我特别喜欢他这句话之后,就被主持人打断了,一再调侃。 而现场氛围呢,也因为主持人的这声调看而火热非常,李晨一开始意识到主持人的意思之后,难得的害羞了一回,然后毫不扭捏的又大方向范冰冰是爱了一次,看得出来两个人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。 不过在视频的后半段,李晨和主持人的探讨话题又重回工作。 李晨直言范冰冰之所以能够有那么辉煌的成绩,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,是受之无愧的,因为她是一个在事业上非常拼的女孩子。 首先对待拍戏这份专制工作,范冰冰很有魄力,所以李晨也是因为合作了武则天之后,被范冰冰深深的吸引住了。 而李晨在钦佩范冰冰的工作能力的同时,也心疼她承受了很多压力,所以李晨在讲到范冰冰的成功事业的时候,都直言范冰冰能够站在那么巅峰的位置, 是受之无愧。 尽管现在范冰冰还是处于停业期,不过相信范冰冰有了李晨这么暖心的后盾,以及她死忠粉的支持,回归之后应该还是能够很快回到原来的位置,所以大家期待范冰冰的回归吗? 杰冰冰的回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